内地四大导演大家都知道有谁吧 他们分别是张艺谋 冯小刚 陈凯歌 姜文 只要是做了他们电影中的女主角 就会立马一炮而红 红遍整个中国 因此很多女明星都会争先恐后地巴结这四大导演 作为四大导演之一的张艺谋 的确是捧红了不少女演员 国际章的处女代表作就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 也因为电影中的朝地而一炮成名 后来张子怡又拍了张艺谋的多部作品 也因为张艺谋的一步步帮助 张子怡才成了如今的国际章 宫丽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演员了 与张艺谋有八年恋情 张艺谋是非常的力捧她 宫丽也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了国际的地位 但两人的感情却断了 张艺谋作为大导演想捧一个人非常容易 有个清纯可爱的小美女张艺谋也看中了 她就是奶茶妹妹张泽天 老毛子怡新找她拍电影 而且找了三次 不过却都被奶茶妹妹拒绝了 也许奶茶妹妹还真的看不上娱乐圈 因为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嫁给了六百一富豪 刘强东 两人虽然相差二十岁 而且还饱受质疑 如今再看来 两人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幸福 而且奶茶妹妹还一跃成为了最年轻的富婆 刘强东对她很时宠爱 连跑车都是限量版的 全球只有六辆 奶茶妹妹才二十四岁 可人生就已经达到了巅峰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怪不得她当初会三聚张艺谋 因为刘强东比张艺谋更具吸引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